谢谢 刚才在楼上我还跟王老师在说 我记得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从小自学的英文 我的英文是在西湖边上抓老外的时候练的英文 那我们考进师范学院的时候呢 很多同学是农村来的 发音都不准 我呢确实是班上最好的 但我这个老师呢 给我的考试成绩是59分 农村来的很多同学考了80几分 90几分 我都特恼怒 我说凭什么 怎么凭我的英文发音也比他们好 但我两年以后我特感谢他 但我觉得人一辈子中被一个人 被你的老师被谁这么指点过 而且是狠狠地批过以后 如果你没有出息 你恨过以后就算了 你有出息你去思考 两三年以后你会记住这是好的 所以我说你们讲的绝大部分的经历 你们讲的故事 以及在整个案例过程中怎么操作呢 我碰上过 我完全可以忽悠大家说 挺好啊 下去 但是这样的话对大家帮助不是太大 我觉得作为评委呢 我知道我的职责是给大家讲实话 我想把自己这两年创业的一些经验 跟大家做个分享 未必是对 但是确实是我走过 我有时候说 我讲话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我讲话不是为了讨大家喜欢 也不是说人家就要语不惊人死不休 我讲话也许不一定对 但我一定是真实的 一定是我自己想的 我自己创业过好多公司 第一家公司是1992年 是做海部翻译社 因为我学英文 很多人叫我做翻译 我没时间 我可以把它介绍给我的老师和同事去做 所以当时的想法 我觉得应该会挣钱 成立这个翻译社的时候呢 一定需要有个好的门脸 所以我们就租了个房子 一个月的房租就是1600块钱 而我们的注册资本 大概夯不夯加起来是3000块钱人民币 我们满还信心的开始做生意 觉得这个一定是个好买卖 我们坚信中国将来会外遇要好 外遇人才本身不多很多 想法很好 但做的过程中 第一个月的营业额 大概600块钱不到 房租是1500 还不包括所有的工资 第一个月我们就亏了一塌糊涂 我们原计划可能说六个月可以收支平衡 但从第一个月告诉我不可能收支平衡 第二个月更惨 第三个月几乎是 很难活下去 那第四个月我们想了个什么办法呢 我们发现卖鲜花 卖礼品可以赚点钱 赚了的钱呢 至少可以付掉房租 所以我就坐火车 从杭州到义乌小商品市场去进货 我们把海拨翻译社一切为二 我们一半留着翻译社 一半留着开礼品 然后我们发现呢 这个卖礼品的钱 一个月倒是可以赚三四千块钱 但是翻译社一个月的营业额加起来 就四五百块钱 然后呢 我的同事就跟我讲 干脆开礼品店 这东西好赚钱啊 如果礼品店看下去 也许我们将来成为一个礼品公司 这时候是很大的抉择 所以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 当时成立海拨翻译社是为了挣钱 还是为了解决 找翻译和那些老师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 我们希望解决的是老师和市场上的需求 记住很多公司的创业过程中 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碰上个新的机会的时候 你要问自己该怎么做选择 所以我们后来是选择了做了翻译社 当然在中间还有一个案例 我给大家讲一下 不懂财务所犯的错误 我们请了个女孩子帮我们收钱 有一年的9月10号 是教师节也是我生日 那天我非常的忙 我们一天忙得晕头钻一项 结果我估计算算 大概一天的营业额 做到1100块钱 到第二天早上一看 算了算账只有400多块钱 那我就很好奇 这个钱跑哪去了 然后呢做了个查账 一查账以后发现 这个女孩子每一天从这里面 抓个一两百块钱回家去 而我们竟然做了三四个月 都没有发现出来 谁的错 是我们的错 是制度的错 第一个不好的制度 会把优秀的员工变成坏员工 创业是很容易犯的错误 就我要抓大不抓小 所以我们想到是 翻译社将来怎么发展 进货怎么就想这些东西 却没有讲到四五个人 也需要制度 也需要管理 没有好的制度 这是公司的灾难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经验 小公司也需要制度 也需要体系 第二个公司 我们成立了中国黄业 在中国黄业的创业经验中 有很多的经验 也是可以要跟大家分享 95年做互联网 是最艰难的 就中国那时候还没有 连通互联网 我就到美国去了一趟 回来以后我们要做互联网 我请了24个朋友 在我们家开会 说了两个小时 没人听懂我在说什么 最后23个人反对 一个人同意 这一个人就说 马云你这样做 你就试试看 不行的话 赶紧逃回来还来得及 那我自己 想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 我决定还是坐下去 中国人很多创业是 晚上想想千条路 早上起来走原路 晚上想想是热血飞腾 真好 第二天早上 七个自行车又上班去 对吧 这是我们很多创业者 所碰上的问题 那一天我觉得 因为我看见过互联网 我觉得互联网会将来会好 但这些人没看见过 但是没看见过的机会 就是你怎么把它变成现实 包括中国的第一句话说 比尔盖茨说 互联网将改变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句话 其实不是比尔盖茨说的 是我说的 我把它改为比尔盖茨说的 95年刚刚开始 全世界知道比尔盖茨 但是我说 马云说互联网将改变人类生活方方面面 谁会相信你 对不对 这叫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因为我相信 比尔盖茨有一年一定会说 还有一个技术 创业者未必一定要懂你所做的 怎么做出来 但是你要深信这东西的前景 你要深信 这个东西可以给别人带来的真正的价值 如果你坚信 如果你觉得有机会 那就往前走 我那时候是杭州电子工学院的外办主任 相当于 您是否一直在寻找一个趋势稳定的视野 一个永续赚钱的方式 如你还口语不知道如何抓住这波商机 接下来会让您的人生发生巨大的变化 当今社会 互联网冲击 导致很多传统生意实体店和公司关门倒闭 随着互联网概念的提出 余昊春笋般出现大批的 微商 电商 直销员 资金盘 拆分盘 电子股等 鱼龙混杂的理财项目 导致众多创业者 没方法 没客户 不会推广 不会讲解 不会管理团队 被拉黑 拒绝 质疑 调侃 产品没销量 收入没保障等等 最终导致失去信心 失败放弃 这些瓶颈到底如何突破 当今社会 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你在玩手机的同时 是否想过利用一部手机就能住家创业 无需进货发货 很多普通人通过我们实现了自己的残富人生 我们有高效的运营团队 自动人脉倍增系统 百分百成交客户的沟通方法 手把手教你如何运作 如果此时的你没有创业方向 如果此时的你想改变生活现状 如果此时的你有着赚钱的梦想 欢迎咨询微信908605026 908605026 真正的精彩在后面等着你 出级干部 辞职的时候我们校长跟我讲 任何时候你要回来 我一定在一秒钟以后批准你回到学校里 那我就跟他讲谢谢 但我心里说 十年以内我不会回到学校里 十年以后我再会回学校 我从学校里出来的目的 不是为了挣钱 当然挣钱不是坏事 理直气壮的说 创业是一定要挣钱的 但是我确实当时出来不是为了挣钱 我在29岁那一年被学校评为 十大切出青年教师 但我是本科生 十年以后我凭什么跟那些更优秀的年轻人竞争 在创业过程中的任何经历 再回学校的时候 我可能是超过任何一个教师的一个经验 所以出于这个目的 我离开了大学去创业 所以对我来讲 这十年以来任何失败 成功团队取得的这些经历 是我最大的财富 这是我最要的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要失败 但有可能不失败 我愿意做个尝试 我如果这样把麻烦一个个解决 往前走的话 这就是经历 如果我失败了 也是一种经历 创业者要的是一种经历 人一辈子不会因为你做过什么而后悔 很多时候到年纪大的时候是因为你没做过什么而后悔 你从第一天做创业的时候就要知道自己在走的过程中是一条曲折的路 而曲折路所经历过的东西是你最大的财富 走到今天为止 我越来越觉得这才是正确的路 这样才会让一个创业者心态永远平衡 我在寻找投资者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当年跟中国电信一个三产企业发生了竞争 它内索的注册资本是2.4亿人民币 中国黄业的注册资本是5万块钱人民币 我们竞争的非常惨烈 但是我想我们的竞争还是蛮成功的 所以直到今天为止我明白一点 以后你们碰上巨大的竞争不要慌 大象很难踩死哪里的 你知道躲得好 躲得好 然后有良好的策略 你一定也能活过去 所以对于我们竞争了将近八个月以后 大家你也搞得死我 我要搞死他肯定想法也没有 我不可能搞死他对不对 最后我们坐下来谈 谈的时候他说好 我们进行核资企业 他投140万人民币 那时候我5万块钱 听见140万人民币心花怒放 有140万我还可以干多少事情 那我说好脑袋他就干了 这个核资企业成立以后的灾难就来了 董事会里面他是5票 我们是2票 只要开董事会 我提出的任何想法 他们一个人举手 5个人同时举手 一个人说不同意 所有人都不同意 我们在五六次董事会没有一样东西给通过 因为双方的目的不一样 我是看觉得有140万人民币 就他的资源我就可以大战了 他是想到我出140万就可以把它给灭了 所以这时候你说拿到了钱 你丢掉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你本来可以是是的东西 因为你没有想清楚 从那时候开始 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今后我在创办公司的时候 永远不会去控股一家公司 让那些被我控股的人感到痛苦 一定要给下面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所以直到今天为止 我没有控股过阿里巴巴一次过 我为止感到骄傲 我说CEO 评到这家公司 评的是智慧 勇气 胆略 而绝对不是资本 资本不能控制你 如果一个企业家被资本所控制的时候 你就没有希望 永远记住 资本是为你服务的 你不能为资本服务 第三家公司 我创办了国富通 在那家公司里面 我们真正做到了 我自己感到骄傲 我们创造了中国很多第一 14个月以内 我们利润做到287万 后来人家说 99年以前 中国没有互联网公司挣过钱 我告诉他们 我挣过钱 只不过我们没有说而已 那时候我们做得很不错 然后呢 这家公司 我们在理念上发生了改变 我的领导认为 电子上为了发展方向 应该以EDI为中心 这是一套比较封闭性的电子商务 在95年以前 没有互联网 EDI是最好的电子商务模式 而我认为在97年 已经出现了互联网 互联网将会 一切以开放的形式出来 所以如果说不把互联网 作为将来电子商务的发展方向 我认为这是大灾难 所以这是一个 对未来的战略发生的区别 第二个 他认为对客户应该去control 应该去控制 而我认为 对客户不应该去控制 是去创造价值 让客户觉得 你对他有用 你能替他挣钱 客户就永远跟着你 第三个呢 他觉得 我们应该为国有企业去服务 而我认为 中国未来进入WTO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 民营经济 各式经济 中小型企业 将会成为很大的区 理念不一样的时候 要记住一句话 老板 永远是对的 如果你不能改变他 你改变自己 所以我说 Sir 我认为是对客户的 感谢观看